在2020年 平均每天会有10万条视频 被上传到B站 在YouTube上 每天产生的视频内容 至少可以连续不断地播放80年 而这里面90%的视频内容 都是使用手机来拍摄的 那再反过来说 目前大多数的互联网内容 我们也都是通过手机上这块屏幕 来消费的 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 手机就是现在最重要的影像系统之一 那苹果在这一点上 当然也看得很明白 所以今年iPhone 12系列的发布会 更像是个影像系统大会 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讲述 iPhone 12的摄影摄像功能 我们也都知道 在硬件层面 手机是难以与专业相机抗衡的 比如说传感器 这是许多手机和运动相机的传感器大小 大概是这个面积 而任意一台全画幅相机的传感器 都是这样的 比它大了接近30倍 这就意味着它能接收更多的光 能够有更少的噪点 更重要的就是这种自然的背景虚化 但在硬件方面的限制 并没有挡住手机厂商的这个潮流 苹果今年在iPhone 12 Pro和Pro Max上 增加了一个叫做LIDAR模块的这个模组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发射光的雷达 就通过这个模组 现在iPhone就可以测算空间的深度了 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你体验更好的AR内容 你添加的虚拟物体可以牢牢地锁定在地面上 这个你可以玩一下 确实非常有趣 但是在今天还不是这么有用 但是如果这样呢 这是我的朋友飞珠 借助iPhone 12 Pro系列的LIDAR模块 在它的软件ProTec里开发的功能 就你可以看到左下角的画面 这就是LIDAR模块所看到的东西 它能够检测深度 深度以不同的亮度来呈现 越暗的地方就越远 越亮的地方就越近 那一旦有了这些数据 你就可以把它重新叠加到常规的画面上 算出一个模拟的背景区画 就虽然有的时候 模拟的背景区画还是会露出马脚 但是有的场景 我是真的分辨不出 这是微单排的 还是算出来的 我想说的是 手机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 它有客观的体积限制 厂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它的硬件 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集成了采集 制作还有播放这三个维度 所以一旦厂商把这个优势利用起来 构建出一个强大而且易用的视频规格 那手机拍摄的视频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很多专业摄影机 都难以轻易达成的视觉体验 不得不说 苹果看的真的太远 行动的真的太早 就早在iPhone 8的时候 它就开始了布局 下着一盘大旗 而到了今年2001年的时候 在iPhone 12系列上 它开始慢慢开花结果 就苹果现在构建出了这么一套 完整视频生态 而这个视频的规格 就叫做DopeVision 所以现在你们看到我们 就是刚刚看完了苹果 这个ARM架构的Mac发布会的我们 这个M1芯片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撼 就像我这个视频里面说的 苹果看得太远 做得太早 我本来以为我今天想聊的 只是DopeVision这一块 但看完了这个发布会以后 我觉得能聊的真的太多了 苹果从底层掀起了 这整一个的这个行业的变化 你看到他们发布了ProRes RAW 你看到他们发布了这个DopeVision 你看到了他们这个ARM架构的Mac 你就应该意识到 将来的视频创作会因此产生 真正的质的改变 所以我希望各位在看 接下来的我们这期视频的时候 带上苹果现在在做的事情 再来看他们针对DopeVision 所做的这一系列的优化 我想大家应该会更有感触一些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视频 首先DopeVision是HDR概念之下的一种标准 就HDR显示技术 其实特别好理解 就现在我们各种屏幕 都能变得非常明亮 而有的OLED屏幕 又能够非常纯净的黑色 所以我们手机的屏幕 本身能够承载非常高的对比度 也能够展示更多的色彩 而过去的那些视频规格 并没有办法发挥出 这些屏幕的全部能力 所以HDR的规格就出现了 它能够真正释放 手机屏幕的亮度 还有它的色彩 那像iPhone 12 在日常使用的情况下 看常规内容 屏幕最大亮度是625nits 而iPhone 12 Pro和Pro Max 是800nits 就是iPhone 12 mini 确实在日常使用的时候 会比Pro系列要按这么一点点 但这四台机型 在播放HDR视频的时候 屏幕峰值的亮度 都可以达到1200nits 就会有一种 像是超频的这种感觉 那其实非常容易观察到 比如这里我拍摄了一段 常规的SDR视频 然后把屏幕亮度开到最大 然后在同场景下 我又拍了一段HDR的版本 你会发现屏幕 一下子会变得更亮 色彩也会更加鲜艳 正是因为亮度变得更亮了 整体画面的对比度 你也会觉得明显提高 那这时候 假如你再突然回去看 这个SDR视频 你会觉得 我过去这么多年 看的都是什么玩意 就会立刻觉得 虽然无味 那只不过iPhone 12 Pro系列 现在可以拍摄 4K60帧的Dolby Vision 而iPhone 12和mini 都只能够拍摄4K30帧 这个我不确定 是不是硬件上的限制 因为12 Pro系列的内存是6GB 而12和12 mini都是4GB 这里有点差距 但实话是说 一开始我对iPhone 12 能够拍摄的Dolby Vision 并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我觉得说到底是手机 应该感知不强 图增功耗对吧 但是在拍了相当多的内容 并且在手机上回放之后 我必须说 iPhone 12系列 确实给了我最好的手机视频的拍摄 还有观看的全流程体验 尤其是在面对反差较大的场景的时候 那些高光亮起来的感觉 大大增强了临场感 甚至会有这么一种3D的感觉 而且因为现在对比度提升了 你会感觉整个画面显得特别的锐 这个是我在给我朋友看的时候 一个普遍的感觉 他们都会觉得画面为什么这么清晰 反正这是一个挺特殊的HDR带来的感官上的变化 但非常遗憾 在这个视频里你没有办法体验到我所描述的这种感觉 因为这个视频是一个SDR 常规动态范围的视频 所以如果你想要体验到满血的iPhone 12的Dolby Vision 那我给你买一台iPhone 12吧 现在iPhone 12拍的Dolby Vision 虽然在苹果自己的生态系统里 已经跑得无比顺流了 无论是拍摄还是剪辑还是导出 都和常规的视频没有区别 特别易用 这是苹果最擅长的事 就把这些复杂的技术给简化 再下放到用户的手中 所以这样看苹果太强了 通过这次Dolby Vision 彻底把HDR内容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将来都可以迎接HDR视频了 对吧 不对 就一旦当你想把HDR视频传到B站 或者别的流媒体平台 Dolby Vision的大翻车就开始了 这个其实不是苹果的锅 但是客观存在 就比如说B站 就目前它已经开放了HDR的功能 但是首先你需要创一个大会员 然后它有个特殊的模式 你需要点了以后 你才能够进入到HDR版本的视频 那你看到别的规格 都还是SDR版本 这样一看 乍一看好像没啥问题 有大会员的朋友能够看到更好的视频 没有大会员你就看SDR版本 就这样 但是你仔细一想 我明明只传了一个HDR版本的视频 那这个SDR的版本 是哪里来的 嗯 这个视频就是B站帮你做的 它帮你做的HDR 转成SDR 这个时候 就不能说是B站的锅 目前全球的视频网站都一样 但这些网站自动帮你转码的SDR视频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 就过去你做一个视频 你可以花很多心思 去调一个常规的视频 做调色 让画面看起来很美观 你传上去的视频 最终放出来 也不会改变 但现在就变成了 只有你传上去的HDR视频 不会改变 而SDR的视频 你就把调整的选择权 交给了视频的网站 这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创意层面的事 就你丧失了对你画面的控制权 而且这些网站的规格 还有它的变换逻辑 都不一样 就彻底跳出了苹果的控制范围 所以至少在短期内 我们会看到的局面 就是各大视频网站 把你的HDR视频 调成各种千奇百怪的SDR内容 放给绝大多数没有会员的人来看 正是因为整个行业 都还在一个初级阶段 目前DopeVision 在互联网传播上 还是一样会遇到很多尴尬的场景 而且这是苹果很难掌控的事 需要国内流媒体平台去不断的跟进 才可以把它改善过来 就iPhone 12的视频 它的摄影的画质 都没得说 就是佼佼者 尤其是它的夜景人像 通过这个LIDA模块的Pro系列 能够拍出非常漂亮的夜景人像 但是iPhone 12全系列 都有一个让我非常个影的点 就是它的眩光 还有鬼影的问题 甚至相比过去的iPhone 11 还有11Pro 更加严重 这个我觉得真的特别难以忍受 你可以看一看 就已经到了有点夸张的底部 比如这些画面 我的镜头擦得干干净净 但是你在这个鬼影上 你甚至可以看到屏幕上的内容 就哪怕你的画质再好 也禁不起这种鬼畜的鬼影 还有眩光 就我是真的希望 下一代的iPhone 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对于画质的影响 我觉得远大于那一点锐度 的这些变化 那再说回到5G 今年力推的一个功能 就5G真的特别快特别好 用了就回不去 而且iPhone 12全系的信号 都相比11有提升 我真的觉得特别棒 刷微博看B站 有5G体验真的不一样 但是我试了一下 把我的这个iPhone 12 Pro 开到纯5G模式 结果导致我一天 需要充三次到四次的电 才给我用一天 那我就特别难以想象 像iPhone 12 mini 把它开到纯5G 你会需要充多少次电 所以在目前很多情况下 我还是会开成4G 来保证我的续航 那这个大的卖点 就会让你觉得有点 个影 那MagSafe 哇太好了 这个其实我觉得 很多应用场景都会很实用 比如说最近 我改造了这个Osmo Mobile 4 然后把它变成了 一个MagSafe的版本 非常棒 非常好看 但是MagSafe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充电 可是它充电的速度 实在是不够快 就假如MagSafe 是40W的充电速度 那体验直接拉满 那就太棒了 但是目前只有15W 像12 mini 只有12W 就会特别淡疼 哦对 还有这个东西 这个磁吸钱包 千万别买 首先第一张在mini上面 它会显得特别大 然后第二点 这个东西 已经是我这一周 第五次丢它了 因为这个吸的实在是不够牢 就只要 一弄就掉了 我想很多朋友也会好奇 iPhone 12 Pro Max的 这个影像能力 因为看起来也非常棒 那确实它的广角镜头 传感器 比iPhone 12别的机型 要大了47% 它的防抖 也从光学防抖 变成了传感器防抖 那逻辑上会有更好的表现 但实际上 我真的很努力了 我是真的没看出来 iPhone 12 Pro Max 和别的iPhone 12 在防抖上 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差异 或许是别的iPhone 12 的防抖太强 因为它确实很不错 但是我真的看不出 Pro Max的 传感器防抖的优势 在画质方面Pro Max 确实在暗部噪点上 会少一些 在拍摄近景的时候 虚化也会更加明显一点 因为传感器变得更大了 但你需要非常努力的去看 你才能感觉到 Pro Max画质上的提升 对 有一个提升 还是明显的 就是这个长焦镜头 现在Pro Max的长焦 是65毫米 这个体验 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至少这个长焦 会更加有意义一些 所以iPhone 12 Pro Max 我觉得假如你真的想买 你不应该以影像质量 作为选购它的核心理由 因为iPhone 12 别的系列的机型 都非常强大 就可能屏幕大小 还有续航 还有你是否真的需要 这个专业的长焦镜头 才是你应该来考虑的事 现在在尝试了 所有iPhone 12机型之后 我个人会最推荐的机型 应该就是iPhone 12 因为在价格 续航 还有综合体验上 它就处在一个 最合适的点上 这也应该是 大多数朋友会做的选择 那12 mini就 其实我觉得真的特别精巧 我自己就 总是有忍不住 想买的冲动 但是理性地考虑一下 续航对我来说 还是挺重要的 但如果你不介意 每天用充电宝 每天多充几次电 然后又特别看重握持感 那mini真的特别香 除了它的充电速度 在MagSafe上 会只有12瓦 比别的iPhone要稍微慢一点 这点是需要注意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 iPhone 12系列的 影像功能体验 希望能给你一些参考 你会想买哪一台 或是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弹幕上交流 然后这个视频发出来以后 请立刻去我们的动态看一看 我应该会发出一条动态 来抽一个幸运的朋友 送出一台iPhone 12 祝你好运 然后也希望各位 点三连 还有关注我们 关注关注 这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 谢谢各位 我们下次再见 我能说吗 12 mini应该是我今年 就是让我见到第一眼 就感到这种爱不释手的这个执行 但也许我永远不会把它 作为我的主织 因为它的续航 但和这个MagS对比一下 就这个体质的区别 这个握持感 它不相吗